函数做完 然后复制一个拖拉按Ctrl键 它不就会多一个吗 你把这个名称改VBA 那我需要做到就是把那个 它原来这个不用啊 这四栏主要是阶段性的 那你可以把那个删掉 那我希望做出来就是 这个可以清除 这个按下去可以什么 可以快速做完 VBA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是游标放在B2 插入函数的时候 我希望看到一个什么 看到一个使用者定义的 还记得吗 就是 它的使用方法 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所以插入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的话呢 它会按确定之后 它会跟我们要一个资料 指的就是 你要抓的储存格给它 那如果说里面呢 有刮壶 它就会把刮壶里面的资料 切到这边来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里面就保值空白的 那你向下填满会怎么样 放开 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完 那这个是VBA的两种形式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做出两个按钮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是插入 做一个什么呢 刮壶的自串函数 所以会有第二种方法 这两种都是VBA 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一下 第一个 然后把它先删掉 我们重来 假设说我今天这个也没有 然后这个地方改一下VBA 好 第一个 那把这些删掉 这也不用了 我们等一下这个地方不需要 然后这个也先不需要 我们等一下 因为我要创两个按钮嘛 所以两个按钮 第一个 刮壶之串 第二个的话是清除 那怎么做 基本上还是一样 呃 开发人员 这个要自己叫出来 还记得吧 上面的箭头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里面 本来是没有打勾的 你把它打勾按确定 它这个开发人员就出来了 记得吧 之前讲过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VBA里面 自己撰写什么呢 撰写这个里面的程式啦 然后大家预设你把它打开来 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什么 先把它删掉好了 移除 我们重来好了 你们应该打开来 正常情况是这样子 开发人员里面VBA里面是空的 长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撰写两个按钮的程式的话 第一个 在这边按一下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撰写那个按钮的程式的话 或者是制定函数呢 一定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插入这个模组的动作 因为很多同学 可能打开来了 但是忘了怎么样 忘了插入模组 结果乱写 这好同学写到哪里呢 想说这边白白的点两下 打开可以写 结果一执行发生奇怪 怎么不能执行 因为你写错地方了 OK 这还蛮常见的 所以记得不要想说乱点一个地方可以写 不是哦 一定要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好 插入模组 插入之后的话 那我们要先写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 我们这个地方要让它可以输出 输出什么呢 输出把这边的资料搬到这边来的那个动作 那怎么做 一 先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的话 也许叫什么 叫做刮胡 也许名称叫刮胡字串好了 假设这个名称 OK 因为是按钮 所以一定是个sub 刮胡字串的sub 按确定 字太小了 请你把它怎么样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把它稍微放大了 不过这个字大小 这个不是重点 但是你如果这样撰写 字太小看起来不舒服 而且反而容易做错 好 接下来的话 做什么呢 基本逻辑按一个tape 我要从哪个范围呢 第二列到第十列 做什么呢 做后面的事 所以我先告诉他回圈 请你帮我从4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enter两项 next 意思是说呢 范围先告诉他一下 在第二列到第十列 做什么呢 帮我输出资料到b栏里面 可是我b栏里面的资料呢 我要输出的资料从a栏过来 但a栏里面呢 我要先判断什么 判断有没有前刮胡 那我要怎么找前刮胡 特别注意哦 在vba里面哦 不像函数函数用fine 可是在vba里面用另外一个函数 如果你要搜寻的话 假设我a a指的是找到的位置 跟刚刚那个前刮胡 返还的结果 这个a的 是一个变数啦 你这个a的 那个变数名称可以自己取 我取一个比较简单的 a等于什么呢 INSTR 在特别说要vba里面 它不叫fine 它叫INSTR 第二个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呢 一堆相关的参数要你下 那在那个ecell里面是直接选的 不过在这里 特别说要 这个地方呢 是你要给它 那我们前面是fine 前刮胡 豆点在哪边找 那INSTR刚好两个颠倒 它要去哪边找 帮我去前面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就是什么 sales 前刮胡 第几列呢 第i列 因为一直往下 2 3 4 5 6 一直到10 哪一栏呢 A栏 所以你这边的话 给它一个A栏 豆点找什么呢 第二个是找前刮胡 所以这边的话 找一个前刮胡 然后后 后刮胡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帮你去什么 A栏的里面资料 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找什么 找前刮胡啊 有 有的话就返还 它的位置 没有的话呢 它就会返还 就会告诉你里面0 不像fine是给一个value错误 那在那个VBA里面INSTR是返还0 表示找不到 那B的话 其实再来就是后刮胡 后刮胡的话呢 我们直接 拿这个上面来改 直接就是B的位置 找到的话呢 就放在B 就是前刮胡的位置 后刮胡的位置 那如果有找到的话 所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有找到的话 那A 假设不等于0 不等于是这样写 不等于0的话 然后做什么呢 输出结果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 if 那如果 A不等于0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逻辑 如果A不等于0 意思就是有找到资料 那有找到资料做什么 帮我把 这个前刮胡的位置 跟后刮胡的位置 里面的资料 帮我切割 到哪里呢 切割到B欄 所以你可以什么 把这个Sales A Ctrl 键按住 拖拉 这边把它改成B 输出写在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我把它 切割之后的结果 那切割怎么切割 在VBA里面用的 一样是MID 名称一样 做法也一样 String的话是从哪边切 一样从A欄里面切 那我把这边一样 复制贴上 其实是Ctrl 键按住 去A欄里面帮我找 那找什么呢 豆点 前刮胡的位置 刚好就A 可是我不要那个前刮胡 所以加1 意思是说 从那个后面一个字 开始帮我切 豆点 后刮胡的位置 减掉前刮胡的位置 多1-1 这个其实跟刚刚的公式 还蛮像的 后刮胡再包一下 好 程式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那只是说呢 你要把这些写出来 里面可能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其实逻辑跟刚刚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呢 你要把这些全部打出来 没有错 恐怕还是需要一点 一些练习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做出来结果 OK 把它执行一下 游标记得要放在这个中间 把它执行 他会出现错误的话 那你可以真错 他会告诉你哪里错 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哪里写错呢 哦 这个嘛 对 这应该什么 要是后刮胡 所以有的时候 你即便改完 你可能要再看一下 有没有 好那这边把它停一下 再跑一次 应该就正确了 好 有没有就差这个地方 所以同学 有时候即便写 你还是会容易出错 那你还要再 再确认一次 所以这个逻辑的话 最好是什么 你写完之后 你就是在上面 再加上一些注解 这个注解的写法就是 单引号开头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是什么 找钱刮胡 你可以找钱刮胡 底下的话就是找钱刮胡 再来的话 这边有一个后刮胡 好类似的 当然我们这边后面还需要个清楚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拿来参考一下 那这边其实可以 把这这几行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列 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B栏的资料 帮我变成什么 等于空的 所以这边的话空的 然后这边end if 再把它拿掉 好这样的话就清楚 其实清 这边名称改一下 清除里面的资料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写过清楚了 只是说呢 如果有一些已经有写的一些结构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拿来 拿来用 ok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列 里面的B栏 帮我全部塞空字串 那这个执行 清除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两段程式 记得第一个请你先把什么 把那个开发人员呢 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哎 V就背这个 这地方插入一个模组 再开始撰写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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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